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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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 禮拜天的早上 你們這機會來演講 我本身是神經內科的醫師 神經科是看腦有關的疾病 那我們的心靈是在腦 所以我們研究腦 到最後一定會研究人的心靈 那研究心靈的話一定是 不是只有眼睛看得到 眼睛看不到 心上學 所以哲學 心靈學 都要有點涉獵 那後來發現說其實是必然 因為人是整體 所以我之前講你說 健康的老化 我們叫身心靈的自由 我們一般說人員 分三個程式心靈師 都會在一起的 身心靈 那我特別 到後來就特別注重說 我們的哲學思維要正確一點 你會不會在那個小時候教學的時候 都教一些謀生教育 教你怎麼找一個工作的 但是對於生命整個完整的真相 其實缺少看理性的了解 所以我到最後會比較想說 像古典的哲學 跟我們現代一起做完整的教育 那希望今天大家 那我夫婦的地方在家兩家養院 大家可能比較少看到這個 比較對這個醫院就比較陌生 在那個人等 古典的小孩 病院是一個結合病院 就是胸腔病院 那也其實是兩個醫院 我們醫院在後面是 就是我們專門知道 那也照顧精神疾患的病患 那現在由我加入之後 那個醫院就不是只有照顧精神疾患 有一些神經科的疾病 我們也照顧 好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內史 大家認得這兩個人嗎 這同一個人 史恩康納蘭 總編 那也是史恩康納蘭 老的史恩康納蘭 那是這一張 蘇菲亞老的 老的蘇菲亞老的 所以歲月很殘酷 你我都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說健康老化 大概不是要追求說 時尚很年輕 大概沒辦法 因為 宇宙的法則就是這樣 所以你們 先不要到霧宇了 我今天天天要照顧 那天天要照顧 那天天不可憐 那天 余孟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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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這邊 我站這邊好像 他那個Sensor這樣 這也先媽媽 以前是玉琳 現在這邊媽媽 我太年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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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去年金八獎特別 貢獻也來的 所以我想到他的 某台語 打到某台語 打到某台語 你就要想像說他怎麼變了 怎麼變成一對窟窟 他平常也要上廁所 所以你看 你那樣就不見了 我想這是一個 檢驗好方法 那這是真相 就是生命是這樣子 那 事實上我們在探討健康老化的時候 我們是不太可能 把歲月留住了 那個大概都騙人 但是我們還是要過日子 要怎麼過了 有沒有 從到家裡有一些觀念的話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說 要怎麼過好 別人生好 莊子裡面有一個觀念叫 相望於江湖 相望於江湖 那是因為相望江湖 我現在要再故事 讓大家理解過 江湖的泉源乾枯了 就池塘裡 或泉泥 湖泊裡面的水沒有的話 魚呢 就快渴死了 那快死了 魚兒都困在地面上 可以很經濟的這樣 相濡裡末 相居以施 就是當富浪吐苦水互相 那常常我們就說 這樣很有愛心啊 互助合作 互助合作 很有愛心 大家互相這樣 互相安樂 所以你又忍耻又怡氣 但是不如怎麼樣 江湖水滿的時候 大家又有自在 互相照顧得好 我們把這個場景倒過來 你生病了以後呢 碰到一個好的醫生 指了你 喔這醫生太好了 還不如收集器人 他們都給你先好 好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在 有盜的情況下呢 每個人都得盜 健康之盜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靠醫生 所以裝置這個魚裡面 把這個水 淋成人生的盜 能夠再利用盜來過水 魚就是需要水 那水就是魚的盜 那我們人呢 需要有盜 要有盜心 你過得很好的話 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不需要靠醫生啊 靠你有孝順的指令 你懂得懂嗎 課肯明好 很負責的很 很優雅的走一輩子 所以我喜歡用這個來當 所以我的標題叫 身心靈的自由 健康的冷靜是一個自由的人 身體也自由 心理也自由 跟他的靈魂也自由 那我們今天就來分享一下說 我們要怎麼達到 身心靈自由的境界 就是一直要活在道理裡面 健康之道理裡面 那我們來看一則新聞 這是2012年的新聞 北門醫院大火 派13名 負責人訓後交訪 屬定心理醫院 那時候還是衛生所 北門分院護設護理這架火站 檢方發現出事情之 負責人訓後 總共才4人 以致無法快速的疏散病患 造成重大傷亡 業者設業務過失和死之類 前天傳訓負責人 這個再追究再清楚 人命又還是不見了 那我們現在問題說 你認為誰會守 在道普回來的時候 十三命 是哪十三堂命 是哪十三堂命 身體不自由 對吧 現在有很多研究 一些小動物 被他陷阱抓住以後 沒有外傷 當場就死了 就是他被有沒有受到 可能會夾到腳而已喔 但是猝死 為什麼 嚇死 所以說身體的不自由的時候 會讓動物認為說 他的生命即將結束 所以行動自由其實是保命 所以說如果說你身體很健康 但是身體不行動 那你就 那你就免不了 你就要更強的心理修養 所以但是我們都不想 躲到這個地步 所以我們平常要讓自己 保持身體行動自由 那很多老玩家或說 不要說老玩家中年人 他為什麼行動不自由 我們每個一開始都會走路的 會跑會跳的 那怎麼突然就不能走 不然你沒有活在道裡面 對不對 你原來也是健庫如非的 那後來因為工作忙 要少走路 就越來越不能走 你會想說 希望你80歲還能走的話 你的70歲應該還能走吧 你大家不說70歲不可以走 還有70歲就要走 那你80歲還要健庫如非 70歲也要健庫如非 那你60歲是不要健庫如非 那你現在是也要健庫如非 所以說我們這叫以終為始 先看到終點再回退 說我現在在做什麼事 就是我們希望老年的時候 不要因為驚恐而死 所以我要保持行動自由 生活優養 我在現場有一個阿伯 阿伯 阿伯說什麼 阿伯說什麼 踩擾 踩擾踩擾踩擾 所以他踩擾踩擾 踩擾踩擾 阿伯說你有燒擾踩擾 你沒有處理 阿伯說什麼 踩擾踩擾 所以我們這也是莊子的故事 我很喜歡讀莊子跟老莊的思想 因為我覺得 用來養生真的是很多可以參考的 用三年中的演技 求食無力 走十步才吃到一條腸 走一百步才喝到一口水 但是呢他會不會要關在籠子 這壞命嘛 駛男爺吃吃米 駛一百步喝一水 壞命嘛 阿伯說這壞命是好命 少年壞命老人比較好命 沒有會修免 所以你想說 所以我們在家做壞命 現在我們在家睡覺 我們在家想做壞命 表面說其實要做壞命 對嗎 相當自然 所以 所以 對 所以很多人說 以前是說妳的 體育料要在廚 都很贏 要變失智變開命 我們體育料 毫宜做機梗 跟自己做壞命 其實很好命 所以 年輕人都開命 等下老人才好 阿伯這個是 也是莊子提示我們的道理 因為在籠子裡面 不愁適合 但是精神上是很快樂 所以行動不自由 精神上給大家不快樂 跟剛剛我舉例的那個 大火沙 小動物 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雖然講 身心靈自由 其實是合在一起 身體不自由 心理就不自由 所以我們在能力許可 一定要讓身體能夠盡量活動 保持最大的自由 那是我們腳肉不會聽到 其實我們還是要介紹一下 我們以前也要介紹比較基本的生理 這是我們的心臟 阿這個是左邊的心臟 右邊這樣 左邊用紅心阿 右邊用彈心阿 就是氧氣比較少 我們這個心臟呢 這個血液倒出去呢 身體的下半身 然後呢 再回心來 然後到肺脹 然後再回心這樣 那我考大家一個基本的觀念 這個心臟的血呢 從心臟倒出去 進入你的下半身之後呢 這個血呢 靠著重力往下走 都大家就可以理解 那請問你的血 到了下半身之後 怎麼回到心臟呢 要抖 要抖 所以直接要抖 不過你看這血下去是容易的吧 那要怎麼上來 所以管理人家要坐久 坐久了 你怎麼比撐 他會都這麼高 所以只有靠動 所以可以把下半身的血再回到心裡 這很簡單 這一點都不抽象 也不是什麼大道理 就是要動 但是我們就是忽略了健康之道 那這個禮拜小看這個 我們的心臟喔 像那個開弓不拉回頭箭 像那個弓箭一樣 那個拉滿弓的話才射得遠 我們心臟像一個 裝水的那種水球一樣 裝得越多呢 撐得越大 可是血越有力量 所以你心臟有那個 因為他先裝了很多的血 那個弓箭要拉滿弓以後 才能射得遠 你弓拉不開就射得近嘛 對不對 我們有初血有回血 好 那如何讓你的心臟的血裝滿 要回血很多嗎 就是回血越多才裝得滿 裝得越滿 下次就打越多嘛 那我們回到一個問題 要如何讓你的心臟回血很多 運動 這到底是如此的簡單 下半身的血一定要 裝得很滿才打得很多 所以你越運動的話呢 你的心臟越強有力 因為回血很多 所以讓打水血很多 所以腳就不會倒 這道理就是真的來 你看為什麼會把 我們的血呢 這個靜脈的 我們下半身這個靜脈血 靜脈是沒有彈性的 它只有裝血而已 那如果要讓靜脈的血 這樣一路走上去 就是靠旁邊這個肌肉 要擠回去 這肌肉要讓你動 就是怕路嗎 所以說養生是到 看我剛才知道 就是怕路 養生先仰腳 人老腿先老 這對你講 對你用感 其實都很符合你 一旦你走路的時候 這個拳 這個小腿的肌肉 會把這個血擠回去 一路擠回去 讓你回心多了 回心多之後呢 下次你就打了 就打 心活量就更強 那反之呢 現在不走的 要往靜脈去 因為血都只在下半身 好 我們來看一些數據 這是運動跟心跳的關係 一個運動部主的人 每分鐘大概跳80下 一般人就像我們這樣 沒有任何疾病人70下 那有運動習慣的人60下 短跑選手65 球類運動60 游泳選手55 長跑50 長距離滑雪47 要照馬拉松嗎 有時候不到40 所以呢 你平常運動量越大的時候 忽然顯示出 你的心跳是越少 為什麼 你如果還懂剛好講那個道理的話 你看你那個心臟 每次打出的血很多嘛 所以就不希望常打血 我們這樣想不知道我們打60cc好了 每次心波量60 但是如果你能打90cc的話 你是不是少跳1.5 所以心波量越大會 像降低你的心跳數 這樣跟心跳速度幹嘛 心跳速度越快的 比較遲早 因為心跳快 讓影響你的膠感神經 他心本 那是心頭不怕 影響的心頭 我們要睡到心跳很快 所以心波慢的人 他的副膠感 那副膠感讓我們心平起 所以坊間很多時候 他如果改善你的副膠感神經 讓你消化很好啊 睡得很好 在我看 多走路就好 這道理不選嘛 對不對 你一旦多走路 你的下半身回血就變得很多 甚至於你能 像有這個觀念的話 讓你的有氧運動呢 能力許可 但安全第一 更強烈的有氧運動的話 會降低你的心跳速度 讓你的副膠感會比較旺盛 那我們就很奇怪說 運動避免是激烈 怎麼會讓副膠感旺盛呢 對不對 我們去跑步行 你的膠感嘛 那怎麼反而引發你副膠感 生命很神奇 我們白天的時候呢 最主要是以膠感為主 你看我們現在清醒 要讓自己保持清醒 但是到夜晚有時候是副膠感 所以膠感副膠感是一個循環 如果你的膠感很旺盛 會引發你副膠感的旺盛 為什麼 因為人是平衡的 你看喔 假設我今天出去很遠 我一定要想辦法回到原點 才會再出發嘛 所以呢 我今天出去死的話 我一定要副死 才會回到你 所以你膠感很強的時候 反而引發你副膠感也跟著很強 所以很神奇 所以主張心靈睡不著 他沒運動 因為他白天的時候膠感不夠強 以至於他晚上副膠感也不夠強 所以就營養失調 所以你看腦子裝 只要運動的話 營養也和諧 膠感副膠感也協調 又睡得好 腸胃也好 腳又有力 晚點的時候又不會火燒到 好處太多 好處太多 這個人家在說明 用我們一般的邏輯就可以理解 沒有這麼複雜 所以你看 其實是健康之道在追求營養和諧 無論是到家 還是說我們去營養 其實是很對的嘛 要動也要靜 要付出也要安靜的享受 所以這樣才能完整 完整的生命 生命之道就是追求營養和諧 所以其實我讀義經 讀很久 發現其實義經整個觀念 在講一個中庸兩個字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也要付出 那也要收穫 那只有收穫 沒有付出的人就怕不顧 也對 然後累積很多錢都不施 對不對 那有賺的也有付出 就越賺越多 所以一定要這樣 我們有運動呢 就能引發你休息的力量 也是一個平衡 所以我們從這個身體 身體的平衡裡面 發現說其實我們在追求中庸之道 那不只身體需要追求中庸之道 我們的心理 也需要追求中庸之道 所以我們接下來 來想分析一下心理的自由 身體的自由呢 就是要從 學習健康之道 要運動 要等到 那心理如何 心理也是一樣 靠中庸之道 這首詩我們在學產裡面 都聽過 春有百花秋有雪 夏有涼風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涼風東有雪 我覺得大家都很專心 若無舒適掛心頭 便是人間好時間 就我們在修放下 不放下的話呢 你那外面好景色對你都沒有意義 所以心理就不自由 不放下 所以所謂心理自由 就是要學著放下 可是所謂放下呢 是先有拿起才有放下 都沒有拿起才有放下 所以也是平衡 要有承擔才有放下 要有癢才有癢 都一樣 所以在我看 所謂的健康之道 就是營養和血 坦山和賞呢 我們在看一個故事 與一個年輕的和賞走在路上 看見一個漂亮漂亮的女孩 過不了了 這客人 在一個古燈會 應該是裡面的故事 這台上的很果斷的 就把漂亮的女生抱過河 抱你過河 過河之後呢 他說師父謝謝你再見了 大家有沒有感覺 這畫面 和賞抱漂亮的女生 這個 這個小弟子就 學長叫我們要修 對不對 社界 他怎麼看到女生 連游泥都沒有 就抱就過河了 他兩氣去走了半天 他就一直拍攝門 但是疑問重重 怎麼會都 要抱你我來抱什麼事 你抱在那邊 我們出來不是要不進女社嗎 剛剛你為什麼就在那邊做呢 而且都不會猶豫的感覺 結果坦山又怎麼回答 他說 喔你說那個女人喔 我早就把他放下來 你還抱著他 其實這個故事 每次都讓我們很大的情報 坦山呢是抱上了 抱起了這個小女生 但是他現在沒抱 這個小和尚呢 是沒有抱 他是一直抱 是不是這樣 他跟他沒有肉體 真的沒有接觸到 心裡面一直沒有抱 抱著他不放 這個我想這個故事 其實修行的人 幫你 其實這還可以很多討論 我們修行是要能夠愛人 有愛人的能力 很多人會修修到後來 連有一個人要過後 也不願意幫忙 對不對 他那個就是 我們看就是一個 要需要幫助的生命 對不對 難道說我修到後來 說我只救男生不救女生 呵呵 幫我選擇去嗎 對不對 我們修到後來就是 要生命而已 看到需要幫助的生命 我們當然自然來 在那時候 我沒有看到任何 他的髮型啊 性別都不是什麼要來的 我看到就是生命 但是過了以後呢 人家不需要我幫了對不對 我就回到和尚的身分 這是一種自由 有的人他會一直盯著說 我是醫生喔 所以我是醫生班 沒問題啊 這裡大家都是修行的 是不是 那所以他能說 這是這種自由 我一直強調那麼框框框做自己 所以我想 這個故事是很棒的啟發 那是一種心理的自由 因為心理的自由 讓你的氣味 跟著瀟灑 聰龍 我們再看一個 說人不執著的話 就讓你比較自由 但是反思呢 如果你很執著的話 有時候就容易犯大錯 像剛剛如果 兩個堅持很 誒射界 那不抱 那想像永遠過不了 有兩艘參加演習的軍艦呢 在深層的天洋中行情 霧氣很重 能見度很差 入月不久呢 有一艘戰艦場的梁王妍 突然回報說 右旋有燈光 夜行 因為我這海軍 這我海軍聽到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右旋有燈光 建長詢問呢 光線是正在靠近或是在遠 你們說正在靠近 你知道嗎 因為晚上那個海上呢 不像我們這個馬路 各走各路沒有 那沒水就燒了 大陣要煩頭慢了 所以要馬上打燈說 快聲快聲不燒了 所以要打燈光給對方 表示對方可能撞上我方的戰艦 建長命令信號手通知對方 說我們正迎面使來 他要建議跪船轉向20度 對方說 建議跪船轉向20度 沒理由 我發現你要來打PASS 你趕快轉 結果他說我要先轉 這建長就覺得 那叫我來嗎 然後告訴他 我是建長 叫他轉向20度 我不是一般講的 我是建長下命令的 對方過來說 我是二兵喔 而且我建議還是要轉 然後這建長就矛起來 然後說 我是一級戰艦 趕快轉 比大小喔 對方趕快回來說 我是誰 我是燈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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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這代表說代表都會請 好 我覺得 可是我們常常犯這種毛病 直走 對不對 他這種 在夜間裡面又遇到 機會很小 但是就是遇到 他一直提醒我是建長 我是第三間 對不對 會錯掉 执著 對 所以人還是有禮貌 謙卑 才是健康 心理的健康之道 快快轉向 你不轉你可不可以 要付出代價 好 所以呢 我們心理的自由 就是不要讓自己曠住 對 心動這樣 所以有一種希望 假如你認為你還青涩的話 就可以繼續成長 但是如果已經成熟 然後等著爛掉 一直提醒我是有身分的 我什麼事不能做這樣 都不一樣 就是讓自己自由一點 行動自由一點 他們都寄過我的事 有個有錢人 他非常有錢 但身心令色 從來都捨不得花一文錢 因為錢都是辛苦賺來的 對不對 別人不老人後 怎麼這麼便宜的事情 那有一天呢 莫先生是在跟他化園 他說啊你這個 不適生產 喔這樣 這麼辛苦的賺 那你怎麼手伸手 就有錢了 對不對 那 禪師就在說 假如我們的拳頭 永遠不變 都金條條 那你叫什麼 用一個機型 中間化學 我們中間化學 手完整 不一定 那反之呢 如果你的手一直這樣呢 那 那也是叫機型 所以我們健常的 要握 要放 中庸之道 永遠只有一種就是不正常 一定是 有握緊 有放開 有握緊 賺到錢才去 要老老 但是呢要懂得 對不對 我們讀書也是啊 讀書 這書都是讀來的啊 很辛苦啊 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其實就不思了 就是 有握緊 牽頭不用放 只要你了解這個道理的話 就是快樂的有錢人 有錢人不厲害喔 要快樂的有錢人這樣厲害 那不是拳頭握緊跟放鬆的道理 我想還是一樣 陰陽 所以從此以後呢 這位婦人就 變得很痛膽 不僅有接近 也懂得施捨花錢 笑省 我想這塊 道理都是一樣 道理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有時候 心裡的自由 也就是不要太執著 那我們常常講說 要放下放下 其實我在我看 都講的一半 一定先有承擔才有放下 因為你要放下什麼 我們敢去承擔 就敢放下 這是一個莊子的故事話 莊子有一次呢 跟學生在山裡面走路 這顆蕭蛙友 我剛剛舉那個蕭蛙友 他看到有一顆書呢 長得又高又高 旁邊發木的功能不動手 他說你們為什麼不敢 這幾顆樹呢 這樹長這麼高 歪歪扭扭的 因為以前這個大樹 都來做棺材 大木又當棺材用 這拍掛 有錢人家不喜歡這一種 可是也沒有用 所以因為沒有用 所以活下來 有用都過勞死了 是不是 很能幹 然後漲 Wherever 也窮到埃 那慢慢做到嘴 consum 56 下山的時候呢 去朋友家拜訪 他朋友就好久沒有看到故人 要 esca蕲 那小孩就說 我們家有鵝呢 有一支會叫 一支不會叫 請問要殺哪支 不會叫的那支 殺不會叫的嗎 殺不會叫的 殺不會叫的 你這個在說殺不會叫的嗎 不會叫的早上可以叫起床 所以他就不會叫的 他說不會叫的嘛 先開沒有用的 不會叫的還有用 所以這些學生就說 老師 那個木沒有用的話 留下來 這個鵝沒有用會死 這種老師好想說有用沒有 這種題目其實很深刻 其實像我們現在當父母的時候 也不知道怎麼跟交小孩 因為我們進入職場很多 今天有用的都是以前的 都知道小孩子做有用 因為有用就有憂鬱症 像有一個人就有憂鬱症 結果是對的都不會有憂鬱症 這個都會有點矛盾 所以我看到這個莊子之後我就 欸 這種問題不是我們之前有的而已 古早是有的 那這個又不是一樣嗎 你用剛剛講陰陽就能化解 所以就殺案是不會叫的 殺案是不會叫的 所以說學生說沒有用的樹會被砍掉 沒有的會被殺死 那請問我要有用還是沒用 來 莊子很安慨 我有時候要有用 有時候要沒用 不是一樣嗎 對不對 應該 所以原則是什麼 保命第一啊 對不對 如果你生命都沒有了 都活得不快樂了 你有用會有什麼意義呢 像用的官方 如果你贏得了全世界 輸掉了自己 這樣你又贏得了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們讓自己留的有用之生 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這才是最實戰的道 所以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 你看我們這種有能力的人 不出來奉心很難苦 對不對 沒有得性能有用 那也得憂鬱症啊 等一下他有用之後呢 彈指太重 挑不起來也得憂鬱症 所以有時候有用 有時候沒有 這個答案很棒 所以我現在會發展這種 叫道理 就是理解道家道理 還了解療癒的力量 跟道理 就是那個無畏而知 可以治療憂鬱症 就是這種觀念啊 不要執著 而且就是已經跟我們講到 有時候癢 有時候癢 一定要癢出去應回來 這樣生命才是一個完整的情況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要讓自己心思的活躍 不要執著在一個地方 才能讓自己的生命 看到更多面向 但是我們人生是不能沒有追求的 不能沒有追求 這裡面就是一個 因為追求 讓你的生命變成殘缺 你看不到生命的真相 全貌 這起托爾斯太的一個故事 他外面寫了一個 教小朋友的同書 有多少力才夠 但是他講說那個 莫斯科那邊農村 有一個店 農奴 一個農奴 就是很窮 一輩子都幫人家跟著 那他就很勸套說 你這樣一輩子工作的話 一輩子還是農奴 你一定要去 有一塊小地 自己當地主 所以呢 他就跟那個地主商量說 我可以免費供你 幫你做多久 但是你只要送你一塊小地就好 那地主也很慷慨說 那種地很多 他就 他就 讓你工作了半年多久 要送他一塊小地 就是他這個 他大姨 他妹妹的 他太太的 他太太的姊姊 所以你一定要用有一塊地 你又沒有用的地 通通通你這輩子都是空的 一輩子都為了你作價 現在更努力工作 終於能帶到一塊地了 但是他自從有了地塊地以後 他就把他圍起來 對不對 我會先吃領土 但是他有一塊地之後 他以前只要心情工作就好 三餐溫飽 發現喔 就剛剛團隊的糾紛了 因為這就是我 如果破壞了我也想說 清淡壞領土 所以齁 連續關係都要變成了 開心 開心的 所以等一下齁 很多時候 我真的 我自己就陷入這種迷惘 我說要不要叫小孩子成功 我都覺得 因為我覺得成功 很多成功的人 人員都很差 因為他為了要維持他那個的話 一定要去 跟人家競爭嘛 那關係就變得很堅熱 這也是一樣 他把他圍起來之後 可以不要打給人家 就這樣起衝突 所以他的難題又來了 一開始是沒有地 那現在有地之後呢 又有其他問題 又有朋友跟他講說 你這問題大概你知道嗎 就是你的地太小 對不對 你家比較小的孩子 就有人家旁邊 你家很大小的孩子 怎麼也有家旁邊 對不對 他說那哪裡去買地 他說我們這個地貴 不要像當時他跌 要去那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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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想要去把他的地 賣掉 要去買更便宜的地 後來又有人跟他講說 我知道一個地方 摩斯科 烏瓦河一樣的 那個地 不然你也忘記都是你的地 你這個小地看不上 你要多少地那邊都可以 他就決定要移 要馬上知道 所以一直要換地 更多更多的地 來到烏瓦河看來 你這幾個邱 你這部落 他們其實有牧民族 就很不需要地 因為一直在移動 你說你不會這麼多東西 他就說他們先見面 給見面你之後 這個酋長 就可以允許你在他們 什麼樣部落的人 他就會擁有地 那他見面你之後 就跟他說 我很想加入你們 要怎樣才能擁有地 他說很簡單啊 我們這邊的地 都沒有很多 因為隨便你跑 你沒有僵域的觀念 他說你要的話 就明天早上來這邊集合 澳門有張島坐這裡 天還沒亮的時候 就在那邊準備 天一亮開始跑 跑過的地方都是你的 不然還要兩一頭 咕咕咕 這麼快就好了 所以他一旦知道規則之後 那清理晚上就在準備 清理盤算 跑到哪邊 然後轉彎 因為他這規則很簡單 你知道跑過地都是你的 但是最最重要的規則是 天天前要回到這邊 那告訴我們 那你跑過多遠 那我誰知道 對不對 所以一天讓你跑 你知道太陽一起來 跑到太陽下山 跑過都是你的 那你做了 做了跑 所以你開始做了啦 以前呢 要很辛苦的工作 才能用有一塊地 現在我們跑就有了 太容易得了 所以你跑 跑過頭 他以前 他整個小地 現在光跑就有地 太快樂了 忘記回頭 所以呢 等到太陽下山的時候 就開始著急了 因為他說沒有跑到 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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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算數 所以呢 太陽下山的時候 看到遠遠的地方 快點喔 快點喔 沒問題 因為他這個陽光路 都快看不到的時候 就很急了 就 就 我們說運動很重要 但是過量運動會速食 這樣 啊 拼命的跑 趕快跑回原點 結果 中山跑回來了 結果 心臟衰竭 所以他得到多少地 沒有 就是說你為了追求太多 會遮蔽 慾望太深 會遮蔽你的天眼 就 裝子也是有用 示欲生者 天積淺 示好就是示好 把你的慾望看得非常重的 天積就很淺 你是不是 你會跟著想說 地在地 你有機會 他開發你的心靈 是不是 我們怕他 我們沒辦法讓信告 他去 禮拜做拜拜 做禮拜 你做拜拜 就是 把這種靈性的耕耘 把食物放掉 耕耘靈性的生活 但是我們 可能台灣人沒有這種 很固定的重要系統 但是我們現在就養成習慣 一個禮拜或什麼 一定要放下食物 來開發你的靈性 這個新冠都想說去 有一點點 等到想回頭 來不及 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一直在追求 會讓你的靈性 不自由 裝子都 交流超於森林 不過一隻 厭屬隱藏 不過滿分 你說 欸 這個小麻雀 都 各地我有 這森森林 都是我的 好聽而已 其實沒用 所以 騎我一句 不過一隻 對 你說 過太陽 他們都要去 去到百合 也要吃三個蛋而已 沒說吃五個都吃了蛋 吃三個蛋 我都也是要做 整體就是百 不過一隻 那厭屬隱藏 不過滿分 號稱這樣喝 都是你的喔 水隨便你喝喔 喝再多也是你百合 所以我們不要為這個虛擬 糟蹋了你的 你的靈性的生命 還不來 所以呢 我們雖然心理上要自由 但是喔 更重要追求靈性的自由 那追求靈性自由的時候 就是 有時候你要看得到的遺忘嗎 強迫自己放下 要不然你要一直沒有時間 去耕耘你的靈性生命 那我們人會有靈性的生命嗎 這隻鞋子喔 大家知道 在2009年的副比式的拍賣喔 你看 米金喔 一千塊 一千萬的米金喔 米一聲喔 一腳喔 所以我們人真的有靈性啊 你如果說 這些的我的 我的也不夠一兩千兩三千 這一千萬 一定是背後有意義嘛 這個 你看出它的意義嗎 一旦看出意義 它就有價值 但我們人的生命也是 你看出了意義 它就有價值 你一旦沒看出意義 就是 就是一個生物吃二拉差碎而已 的生命而已 但是一旦看出 它靈性的價值 就不一樣 好 那這張鞋子為什麼這麼貴呢 一千萬米金 我讀一秀你就知道為什麼 來一看 這是 小夫妻 伊拉克的基家田下 會放你的小夫妻 有放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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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把那個 是放到小夫妻的頭 所以一千萬米金 砰 打中 所以就是這隻鞋子 一千萬米金 所以我後來在富比斯拍賣的時候 一個阿阿伯 他們很多小夫妻 阿阿伯的富商買下來 標價一千萬 故意要修我小夫妻 我想說 欸 我們從這張人 是一個靈性 你要看出東西價值之後 對不對 要買這張鞋子哪有價值 但是我跟你講 你有價值 但是價值多少 雖然說 你的生命也是一樣 你的靈性也是你看出價值之後 就無限了 對不對 你如果有沒有看出價值之後 我不過是某人太太 某人的女兒 就是 我是某人的媽媽 但是你但是生命無限價值的話 你就不一樣 噓 每個人發漫畫 往事他就好 但是我們人 就是有時候 因為沒有那種 培養靈性的能力 就好東西你沒有辦法發現 這裡面就是有一個 好東西在眼前 你沒有辦法發現的故事 就是華盛頓郵報在2000 我覺得是2008年 他們做一個 華盛頓郵報寄診 做一個實驗 他標籍叫 Pairs Before Breakfast 早餐前的珍珠 那做一個實驗怎麼做呢 這個小精神家叫貝爾 這寫歌太不懂了 這 你趕快要聊五個三個 九小貝爾 那這個他出專輯的戲 專門在拉莫薩克的 他的前一天晚上 在華盛頓等他國下音樂廳 演奏會 問票一張五百美金 刻板 做一續行 這個實驗在隔天的一早 他演奏完之後呢 隔天一早呢 變裝 你看喔 原來這樣這樣子 隔天呢 戴著鴨石的帽 穿了T恤 那跟前一晚上 一模一樣的曲目 那你就搖 在地鐵站入口 前一枚 大家五百美金去聽他 演奏後 結構聽 不用錢喔 那在那搖 然後我們朋友Monitor 看獨鍵 幾個人來聽 如果這麼好聽的話 現在免費應該更多人 欸 趕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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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走過去 趕快一個小朋友 就一個小朋友 站在那邊前 一直看他走 他一直看不走 對不對 所以我們人喔 好的東西你沒看到 那有說 結識的人穿漂亮的 跟我伯伯已經做了 其實你沒聽過 這優美金的那一天喔 這有時候我們鋪裂自己 最寶貴的 我們的靈性是人 最寶貴的東西 我們會貼標籤 有時候貼的標籤 這優先應該更懂養生之道 其實在台灣的醫生說明 比以外人嚇壞了 所以優先掛也會小心 教練活過 以前我叫做隔壁名 都想要聽醫生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聽 活得健康的醫生 不要只聽醫生 是不是這樣 這樣喔 我當人請他給他 明醫上 就聽聽就好 因為他剛才實際線有距離 而且喔 他講那個 我比野獸做不到 他如果說 大家要講一件都好養生 你講得沒講 對不對 教練說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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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所以我們一定要保留 所以我們一定要保留生命的最重要的用來追求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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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追求靈性的 那怎麼追求靈性呢 有個地方其實是可以練習的 所謂哲學呢 就是在練習時 我剛才說 我們願意待很多東西的時候 你越放得下的話 你死亡的時候是不瀟灑 所以死亡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啦 所以要提醒自己 什麼是重要的 我一旦死了之後 我落體不見了 但是我靈還在 對不對 所以你再提醒你什麼最重要的 你在坐船落水的時候 你會肯定會打你 舊船圈比較重要 在生命最危機最根本 最還留著你 你還選擇的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練習死亡 才能發現什麼是我們最重要的 所以要一直想生死的問題 才能夠看到生命的完整 有一個GD 是有軍隊出身作戰 在正常救治上面 當時每當他的病人一痊癒的時候 他又投入戰場 作戰就死了 這是我的寫照 用心計畫了啦 譬如說叫我叫我 叫我之後去小鎮 死 那你不猜到嗎 早是會死 那就開始不要救了 如果救了佛了 就不要去作戰啊 為什麼天天做什麼 救火去死 叫我我才去死 對不對 你說我們醫生到底做了什麼事 然後說每個人到底成就了什麼 好像醫了很多人 可是每個人又不在我身邊啊 又不能說留下來點 沒關係我醫過哪些人都 所以已經是不見了嘛 所以生命是虛弱的 不能參透生死的話 生命是虛弱的 這種情況發生久了他就崩潰了 所以我覺得習慣我們需要靠意義讓我們走下去 所以追求靈性生活就是追求生命的意義 如果他的命中注定要死 那我何必要把他救我 中間就讓他在那邊死就好 那如果我的醫術是有效的 為什麼我把他救完之後 就叫他去上上場去送死 這樣不透生死 那不明擺當君有我的意義 心裡面就無法再繼續走下去 也會啊 有時候你沒有走到這步也就要恭喜你 對不對 一輩子就會像那個追求那個敵人龍 要追求看到的東西就好 但是有一般人到中年會進入這個坎 以我士兵坎會結束 那我的意義是什麼 於是呢 他也到山上找一個禪師 老師呢 那老師看了悟道 追求了幾個月之後 他悟道 悟道就是生命中悟道 悟動身心 就是什麼 一旦你學會如何死亡 就學會如何活著 所以我們要從這個死裡面 去參透 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第一個 生命到底有多長 因為今天要大家在這邊演講 所以我們都找一些佛經的路 來跟大家來靠共鳴 生命到底有多長 世尊啊 或者說 例子說 生命到底有多長 有五十歲 不對 三十歲四十歲都不對 四十歲都不對 這答應才答案 對 生命有多長 一步一步一步 就這樣 就不理會了 我去學校學長 人生不太多 生命只在呼吸之間 只有呼吸的當下呢 我意識到我活著的時候 我才活著 活過的不算 還沒有活的也不算 只有當下是活的 所以當下我們都在一起 只有呼吸之間 就已經快步到門檻了 那第二個叫我 在這裡 雪妍呢正在泡茶 師兄道武走進來說 道武問雪妍說 泡茶給誰喝 有誰誰要喝 那雪妍說 那個人想喝的 為什麼不自己來泡呢 那雪妍說 因為我剛好在這裡 這兩個故事 就讓這個醫生悟到 這個人受傷 我剛有難兵 所以我救他了 當然下個瞬間的話 不在我眼裡的話 醫生要死 我剛好是這樣沒關係 我只有活在當下 我不太可能 人受一個人 受了劍 被刀割傷 然後他還說不差 雨淡就死了 所以你喝啊 乾淨就喝 那種忽略人性 所以生命的意志 在當下就創造出來 對不對 那醫生不是性 來救一遍 要保護你的腰不想 臭鬧可憐 對不對 但是我看到你的時候 我的側眼神讓我不可能 就像那個坦三合三過頭的時候 我就看到眼神要幫忙 對不對 哪有那麼複雜呢 所以因為我就是醫生 醫生就是人家當下有痛苦 就解決 醫生不是神 所以呢 他就悟出了生命的道理 我想這也是從死亡去 得到的道理 你一定要那種碰撞 就要不懂意思 然後痛 然後追求 承擔嗎 然後就放下 就懂 生命就是不過真的回事 所以聖言保釋說 哇 他就說 讓別人快樂是慈悲 解除別人痛苦是慈悲嗎 要讓自己快樂是智慧 誰能不能幫你誤導 誰要幫你求智慧 是智慧 對不對 經典再多自己讀不通都沒有一樣 所以我們一輩子在修 修慈悲跟智慧 不是這樣嘛 這醫生不是就懂 有人需要幫忙我幫他 但是幫忙以後 成功不再做 有些人是捨不得放下 欸 萬一我發現說好像 我曾經努力過就不算數了 沒有 不用計較這個 光成不拒 阿嬤說齁 如果你對別人的快樂有所貢獻 你就可以找到真正的善 這就是生命真正的 每個人都努力的要找出自己 實現生命的善 那 這是我對說 身心靈自由的看法 我們身體要動 要追求做什麼自由 那心事呢 不要有礦架 心靈自由 那追求生命的意義 有靈性的自由 運動爽快 方正願 靠國標舞 看關節 八十八歲 來越跳越勉強 所以這才是我們 那邊史爾康納來 澳大利 蘇菲亞羅蘭 那個不是 這種才是 越老 又活得快樂 才是身體很硬朗 身體自由 漂亮 八十八歲 我想我們都有 我們都可以 我們都可以 看關節遠太師這樣活得很好 這才是我們學習的好調 所以 健人就是腳情 所以 越健康的人 腳要越緊 所以 每天要當健人 每天都要當健人 健人就是腳情 所以要讓自己 身體自由 要 就是活在健康之道 讓自己長得動 那 就算是我們 我們的生命 是自由的 要找到靈性的利益 這是小朋友 小時候跟他 六十點讀了童書 最近發現這個故事 蠻適合今天演講 他說 木頭不知道自己的生命 除非他變成了一把 七 銅 不知道自己是銅 除非他變成了黃金 我們都是 佛經說 木匠造家具 智者有沒有 雕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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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他們找不到自己生命的利益 要不然你就是個原料 這個吸人是有錢的 但是呢 他一直找不到什麼叫最快樂 他喝了最昂貴的酒 吃最好的食物 不停的玩牌 每天跳舞 但是就是不快樂 不快樂 因為他沒有量次 從木頭變成一把錢 那有一天呢 他經過一個書店的時候 看到一本書 散散發亮 他好像知道他那天書就是快樂的秘訣 他就買下網就能知道要如何快樂 結果他拿了書之後 他有指示說 要穿過個森林 進這個山裡面 照這個的話 好像就可以找到快樂 結果山裡面呢 有住了一個職責 因為自己 他說 說欸 你有緣跟我相遇的話 我會可以使給你法力 可以讓你 事事如願 那當然是最快樂的 但是有一個前提喔 你的願望 只能幫別人達成 不能幫自己達成 這單書喔 只能為 不能為錢 那我就看待他對不對 你只能去為別人達成心願 所以他下山之後呢 第一個碰到這個小女生在哭 為什麼 因為我小狗丟了 欸 好 我希望他找到了 就找到了 那看到這個小女生這麼高興的時候 他真的 他跟著也高興了 為別人完成心願之間 也是會高興的 我每次演講之後 我快樂生 因為我每次演講 大家會很開心 看到大家開心 覺得自己有一點點小小高興 幫別人達成心願 為別人達成心願 幫大家理解的事情 是可以讓自己快樂的 所以他從此發現 他騙他人家快樂 一直幫人家完成心願 所以 不在電單 或電單 或是關在哪裡 坐著你會不會走 就是在幫人家 所以他天天很快樂 可是還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只能幫別人 不能幫自己 對不對 所以他想說 好 我就要試看看怎麼能幫自己 還是許願 我希望有一朵 漂亮的蓮花 才一講完呢 蓮花就出現了 蓮花出現之後 之後就覺得 原來其實我也可以幫自己 法師說不能為自己 我也是可以的 可是當他一看的時候 發現 這個開在水池裡面 蓮花比我真的大多了 那就開始怎麼樣 失落了 我再怎麼變 變不出一個很大的 對不對 所以沒關係 我再變大一點 我要懲罰 要懲罰 要懲罰的時候 怕人家來搶 我好幾位 懲罰會越蓋越高 要我搶 所以你有能力 反而變得不快樂 關鍵在於說 你為自己 為自己 所以他發現 他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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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 他突然發現說 他以前是很快樂的 怎麼突然變得不快樂 現在開始騎馬 而且在找那個老生幹 問你住在哪裡嗎 到山裡面去找他 結果他跑讓他追 因為你違背諾悠 你說我不會自己 我才要讓你弄他 結果他跑撞到的時候 跌倒了 他跑過頭的時候太口渴 太口渴的時候呢 突然跌到口渴旁邊的時候 連要喝水能力都沒有 出現了一個仙女兒 不然他用一杯水給他喝 他說這口水是如此的甘甜 喝下這口水之後 生命是如此的快樂 因為幫他幫這個小女生 就是他狗釣的那小女生 他幫過的人來回頭幫他 好快樂 好快樂 所以你來這時候呢 老生應該就出現了 你終於懂得到 什麼叫不最快樂 讓別人快樂 讓自己快樂是之類的 所以不要為自己 我為自己猛 我為自己玩 從此呢 他就當然知道說 誒 故事呢是最快樂的事情 我們當然可以為自己 但是你那為自己之後呢 那快樂就差一點 那你說這樣的話 我是就以後就不賺錢了 我要賺錢 把自己演好才能力出來 照顧大家 對不對 所以社會命這樣才能完整 我想這個故事呢 就幫助我們理解人心 如果你如果能力 用你的能力去幫助別人 才能讓你的靈性 達到別人 所以最後一章 slide 假如你想快樂的一個小時呢 要去睡個午覺 如果你要快樂一整天的話呢 就要去調理 那如果你要快樂一個月要去結婚 那如果你要快樂一整年的話呢 要去計程一筆遺產 那一年後呢 順便是連續 那一年後怎麼辦呢 有一個辦法 可以拿你快樂一輩子 要去幫助別人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麵醫師的課 我們都覺得 怎麼能夠把這麼嚴肅的話題 講得那麼輕鬆 那真的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沒有沒有 好,謝謝阿倩,謝謝阿倩 學費大概會邀請嚴醫師,一個月大概會一到兩次 可能在不一樣的地方 那如果有興趣的人都可以上我們協會的網站 我們協會網站如果等一下沒有,可以來跟我要 那不知道各位朋友菩薩還有沒有什麼問題,要請教阿倩醫師 我想要給醫師一個回饋 謝謝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座每一個人 其實我自己也講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我所有的學習就是為了要付出 謝謝 讓我自己更加福利 如果說讀書 讀書沒有人說跟大家要這樣的話 不會就賺多數了 真的,我覺得有一個 我們當然是要有目標 但是像那個 其實這裡面的故事我最喜歡是那個地的故事 其實他會有追求地 他一直追追追追,他很生命都沒有 那因為要為自己 但是為不業人的時候你會發揮 我在幾年前的時候我不會講 這些話我講不出來 我講不出來 但是我真的因為深入工作發現的時候 有些人那個是 很多心理病都是因為腦筋不清楚 照這樣 所以因為就是無名 我講不是無名嗎 那東西看不出生命的真相 那我們如果有機會的話 能幫大家宣傳這種善知識的 會減少這世界比較少一點不快 所以因為有這個願力的話 而且讀書就開智慧 常常我在演講說 你怎麼好像中西啊 因為醫學什麼都沒有 我也不曉得 真的很不皺不會比得快 現在導致就突然就跳出來了 就醒進去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真的不曉得 結果曾經看過突然就跳出來了 所以最忍得 忍得這個意識真的是 無可限量的潛力 那不知道今天的內容 大家有沒有收到 謝謝 那個嚴醫師今天還是一個再來的 不是啊 你準備這個包含的 各位你去做一個包含的 是要花時間的 那嚴醫師我剛剛講 他除了醫術 那麼思想 欸 更大的欺佩 就是 他自己那麼認真做這個 這些功課 你們好 我們其實很簡單 沒有半毛的公信費 啊 然後常常來騎摩承 然後到時候 我們也去趕上 各個騎回去啊 我們這一次 謝謝你們醫師 必須要講說 為什麼我有這樣 因為我現在是當人家爸爸 我們家兒子 因為台灣公國我今天都動了 這樣 現場到十個左右 添我一個小時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忍不得 所以創了這一點 我都很驚訝驚訝 醫師付出無手球 就是最快樂 謝謝謝謝 一樣我們就從這故事 那邊等到他 我想我再跟各位分享一個 我比較感觸比較深的 就能跟GD的故事 其實我跟年醫師 我們都很努力這樣上來 各位也可能知道 我們自己的抑壓力 實際上我們會遇到很多問題 但所以我現在在 橫過來教我的小孩 我覺得 我要送給我小孩 最好的禮物是什麼 各位 我想大家這麼拼命 都是在為家庭小孩 這座事 我不知道你們想要 送給他最好的禮物是什麼 我覺得 好的人際關係 他不管做哪一個職業 他能夠快樂 心安 有效 我覺得那是送給他最好的禮物 因為他不可能 你不可能把他配合到一個職業 因為他 因為我們現在常常都是很 他什麼要第一名 什麼要第一名 什麼要第一名 他當他那個第一名的時候 他 他可能會變成那個 軍人的情況 他不一定會快樂 但是他如果 欸 在任何一個職業 他都可以安餘 不管 比頭髮也可以啊 做什麼工作也可以啊 他都心安寧的 他都可以快樂 也欣賞自己 我覺得 那是我送給他最好的禮物 今天這樣 跟各位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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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人 有不同 步道的方法 不是說 誰打比較輕鬆的比較厲害嗎 也沒有這種優越感 因為我們就剛好會讀書 我們靠著讀書來步道 但是我看很多人其實 他不懂 儒家不懂 佛經 他只要做對的事 他還是很快樂 我想就是 法門不同 但是只要快樂 但是我覺得快樂是一個 真的人生的大目標 但是我們在講這 我也有講過 也是在跟醫師的演講 他說 他就當然就說 你認為追求快樂 是人生最大的目標嗎 那這樣問的時候 我們很心虛啊 為什麼呢 那要追求快樂 我現在有一百個塊 我全部花掉快樂啦 可是你的快樂可以持久 你如果說 你的生命今天就結束 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 我發現我們的教育裡面 我真正感覺說 我們的教育 沒有把視野拉長 我跟 我跟他說 我們要當醫生 主事長 一顆一顆一顆 一桂關張酒 可是我是 我常常最大的感觸 讓我第一個想要追求 的一定是 我的高中郭文老師 因為我從大學 我唸青高中學 我住校 我唸私藝學校 晚上的時候 我唸到 下課都五六點 然後跟一個郭文老師一起 他是單身的 他說 他說 他有一次 第一個故事讓他頓入 然後我就說 你應該聽到什麼故事 他說 不行 一聽到 一個傳教的時候 那傳教師說 我們的天堂 不在以後在現在 這跟基督教教育是不同的 死不死後要上天堂 好像要打了 那所以就有一個 信眾六下的跟著牧師說 你今天講錯了 那天堂 不是說會死後才要上天堂 怎麼天堂在現在 他說 你用作比喻說 如果說你是一個學生的話 你不喜歡唸書 你在國中唸疼痛 爸爸跟你說 你用光一點 就能夠考到好一點高中 你聽爸爸的話很努力 上高中 然後到高中的時候 又唸疼痛 因為你還是不喜歡唸書 那爸爸說 如果你更努力的話 然後就可以考到好的大學 所以你就已經好大學 那高大學的時候 還是不喜歡唸書 你如果用夠一點 考到好的研究所 出來有好工作的話 就能夠有好的工作 唸書的好 所以他一直 他的目標的塊一直在下面 所以是天堂在以後 但是如果你喜歡唸書的話 現在就要天堂 那種天堂在以後 他真的要到觀塵蓋家那裡 就要天堂 其實我在高三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懂了這個故事之後 我發現 我們都活在當下 因為好像人生這樣很無常 你這樣才知道 你會不會有什麼感情 也在歷史上說 有那個大禮堂演講說 突然踏下來 風源溝中 那你怎麼知道那些事情 不會放在你我身上 那你只能在雄心壯志 要這樣說 沒有 所以就人生不夠求的幸安 就是每個當下人都活得快樂 不用想你 就是只要說 你現在做得對 下面才能做得對 那我想這是 我從那時候開始就開始 比較主動生命的議題 那我們的教育可能會就是 切個人片段 你怎麼看不到 他整個完整的生命是什麼 你可能說我一關過的 我一關過的 那天我過關啊 過關 過關沒關 沒有人好 關閣是他自己怎麼過關 那我想這是我們台灣 還要再升級的下一個目標 應該更注重認為 更注重生命教育 就是會出錢的開發 謝謝